这里有一个居士问 他说 如果我们对所拥有的东西 那么纯粹只是欣赏 那么没有那种一定要拥有的观念 那是不是就没有我爱 那我们先理解一下 我见一定有我爱 那这种爱是很维系的 这种爱叫做贪爱 那这种贪爱又分三层 叫做欲贪、色贪、无色贪 那欲贪是比较粗的 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贪爱 那是对无欲的贪爱 这个是很粗的 那还有所谓的色贪跟无色贪 那色贪是对比较我们说 我们心的喜乐 精神的喜乐这一部分的欢喜 比如说我看到他很欢喜 那么我起了懒贪 这种懒贪跟我一定要拥有这种东西的懒贪不一样 但是一样是懒贪 那包括我喜欢寂静 非常喜欢寂静 我也不一定要拥有寂静 但是我很喜欢在这种寂静的状态下 那这个比如说无色贪 他就是这种 那么他也是一种懒贪 那么这所有的懒贪 有分粗跟细 那你可以说没有粗的懒贪 那但是细的懒贪要断除 那就是要真的测证无我才有办法 就是没有我才没有懒贪 但是没有我 就是你有我 但是你可以不懒贪这个世间 但不懒贪世间 它不代表你没有懒贪 你只是不懒贪这个世间而已 但不是没有懒贪 比如说我不懒贪这个世间 我懒贪另外一个世间 一个清静的世间 那也是懒贪 就是我不爱钱 但我爱名 那也是爱 那么这种 所以当然你要是说 你完全不执着 那它基本上就是离我贱跟我爱 那我爱我们说 我贱就两个层次而已 叫分别我贱跟巨生我贱 那爱有三个层次 玉滩 色滩 无色滩 那断了滩 断了玉滩要三果 三果才能断玉滩 但是出果就断分别我贱 但是要三果才断玉滩 那所以这个玉滩看起来 好像我爱比较容易去除 其实不是 那么这种染着非常的维系 非常的维系 那如果你 如果你没有真的 就是我们说 照见五云之间 就是了知 这个身心是无产无我的 那单单对于你所拥有的境界 那么不爱不染 那还不是 因为你只要执着身心 即使你不取这个世间 你取另外一个世间 甚至你取极境 取禅定中的境界 一样是的 色滩无色滩 其实就是只取禅定中的境界 他不只取这个世间 他不只取这个世间 他对这个世间一点 不要说欣赏 连欣赏都不欣赏 他完全你也不欣赏 但是他还是直取 那这个非常维系 那佛法的修行 基本上 其实是从三个层面讲 第一个 先让你离五恶 五痛五烧 就是让你先 先去掉三恶道 先让你去三恶道 就是因为三恶道 没办法修行 让你离开 会障碍你修行 比较大的障碍 要先去除 这个是什么 三恶道 所以第一个 让你持五恶 让你不堕三恶道 先站在这个平台上 你才有办法修行 那你已经站 但是我们现在是人 我们都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是对这个平台上的人说的 有点像 你考进了哈佛大学 校长在上面讲话 都是已经考进来的 有一定基础的人 教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成功 没有对那些没考进来的讲 所以佛陀没有办法 没有对这些三恶道的讲 也没有对那一些 对那一些虽然是人 但是身在边地的 身在佛前佛后的讲 没有 就是现在在听法的人 都是得狭满人生的 都是没有障道因缘的 他才有办法吧 对不对 那就从这个基础上讲 那么第一个 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来表示 这些人是有障道因缘的 那我们就前面讲 唯摩所夫 有障道 好 那么现在听法的人 都是没有障道的 他听得见吗 他能够见佛吗 他身在有佛的地方吗 他能够见闻佛法吗 好 那么对这些人讲 第一个 你不要 就是因为你能够听到这个法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是 你有一定的修道因缘 你具足一定的善根善缘 那告诉你 第一个 不要堕落三二道 所以 学佛的基本 一开始都是持五戒 它是让你不堕落三二道的因缘 你才能够持续的修行 那不是这一生修而已 来一生也修 就这样 那你这一生有可能 你还没修成 你就堕三二道 那就更远了 所以他先告诉你持五戒 然后第二个层次 就是 第一个层次持五戒 是不让你往下掉 因为你现在是人 你持五戒 那么你可能往下掉 或是做人 有葬道因缘 佛前佛后 边地 盲容阴雅 虽然做人 盲容阴雅 或四字变冲 那你也是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 文法修道 没办法 所以他先告诉你 持五戒 然后要怎样 重点要离五欲 在这个地方上 然后告诉你离五欲 离五欲就是在往上升的 因为五欲的戏服比较强 你虽然文法 但是 但是有五欲的战道 五欲 五欲是战道法 欲是战道法 重点就是我爱 它是戏服力比较强 戏服力比较强 所以他第二个 第一点是持五欲 第二点就是离五欲 离五欲去掉这个比较粗的戏服 懒爱之后 那么再进一步 进一步告诉你怎么样 要对五欲做观察 离去对五欲的直取 这一步成功了 那就解脱了 大概 如果我们简单讲 可以说是大概 就是在这三个方面说 离五欲只是离欲界的弹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众生 那我们就自然而然是因为有这个烦恼才升到欲界来 除非你是趁现在来 或是你过去已经有修行 出国恶国来的 那出国恶国来的也有 过去出国恶国 那升到天上 大概过了两千年再下来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们这个世间其实常常有菩萨 其实常常也有贤者 佛陀时代证出国的几万个 在家居士 那出家的也有 那他都升到天上 升到天上至少都过两千多年 小一点的一千多年 那一般道立天大概都是两三千年 一两千年 一两千年现在下来差不多 就是天受见了下来 他做人差不多 因为他一定做人 他不会做其他的 而且一定会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所以其实你不要看 这有些人其实 佛陀时代证出国恶国来的有 三国就没来 三国就不来 那所以这种我爱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就是 反正我对世间一切都没兴趣 我就没有我爱了 不是 其实对世间所拥有 对你的自身 他有贪爱 这种其实蛮难去除的 你看看对玉滩要去除要三国 但是我见断身见出国就能断了 你看不一样 好 我们再来看 二十八经 那佛陀就跟他讲 这个正观无常 事爱及除 事爱除以 这个事就是心 我说心善解脱 解脱如是比丘心善解脱者 如来说明心善解脱 所以者 你看爱欲断固 就断了这个爱欲 那么断了这个爱欲 这个爱欲 粗一点的讲就是欲贪 五欲的贪爱 那么细一点的讲就是贪爱 欲贪色贪 色贪 色贪无色贪 要到阿罗汉才能断 阿罗汉才能断色贪无色贪 那三果才能断欲贪 那么如果你断了欲贪 那么你决定很快就解脱 那你如果断身见还没那么快 那么最多还有七次 如果断欲贪的话 最多一次 最多一次你一定会解脱 但是时间不一定比较快 不一定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这个 比如说断出果 出果是断身见 断身见 身见就是我见 我们叫做撒迦也见 身见是我见 那我们说我见有两种 一种是分别我见 这个是出果断的 这个我见就是分别我见 有意识分别而有的 那如果是聚身我见 就是要阿罗汉才断 那个就是最后的五名 色滩无色滩掉举慢 五名 五名就是我见 但是这个五名是深系的我见 我慢也是 好 那这个是分别我见 那这个是分别我见 那如果你正的出果 你正的出果 如果没有再继续修 正二果三果阿罗汉 好 你就出果往生了 那这个在佛陀实在很多 正出果就往生了 那往生之后生到哪里 一般都生到道立天 一般是生到道立天 那道立天比起来讲 寿命两千岁 假设 寿命两千岁 用我们的人间来讲 寿命两千岁来讲 再下来做人 再下来做人 人 比如说要看人有从八 从十岁 但是十岁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修行 大概比如说从一百岁到 现在我们是七十五岁 比如说从这个 我们讲一百岁 就简单讲 比较好算 从一百岁到八万岁 都是人 寿命长短不一样 一般是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 那我们现在讲 比如说佛陀实在 佛陀实在是一百岁 那他 比如说这有一个人 正的出果 比如说这个人 就是阿陶 他正的出果 或是说 平伯受人正三果 比如说波斯尼王好了 波斯尼王正出果 波斯尼王正出果 那正出果之后 死掉了 那么生到天上 到了一天 两千岁 那他天上太享乐了 天上比较难休息 然后两千岁之后 那么下来人间 又活一百岁 因为他不会短命多病 正出果 他基本上 他会保持那个善行 他在天上 他在人间 修了很多善业 但是他这个一次 也有时候 可能有造恶业 但是要看 但是大部分 不会很严重 短命多病 贫穷卑贱 不会 因为他学了 我正出果之前 他修了很多善法 那这些善法都有力量 他的心善有力量 所以比如说来人间 生人一百岁 或是八十岁 不管 然后完了之后 他这一次 可能有修 可能没修 不知道 如果有修 这一次就证阿罗汉 如果没有修 如果没有证二果 没有证三果 就是稍微 问道一万一而已 可能就是 也还没有力量 还指服着 最多最多七次 我们就把它 想最多的那一次 又升天 又升道立天 然后又做人 又升道立天 又升天 又做人 那七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到七次 那么好 那么一次都两千岁好了 一次都两千岁 七次就多少岁 一万四千岁 一万四千岁 各十百千万 一万四千岁 那么每一次做人 都给他活一百岁 七次七百岁 就一万四千七百岁 但是他第七次 一定会解脱 第七次不管他是 如果他证三果 他就不来了 如果 这中间如果有证 证三果 他就不来了 但是他如果没有 他第七次 他一定会解脱 他会多一次多一点 好 那么每次都让他没有解脱 好 到第七次再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解脱 这个时候 他已经经过了多少 这每次两千岁 每次两千岁是七次 就一万四千岁 那再加连六次 他第七次一定会解脱 在第七次给他一到一百岁才解脱 像佛陀的最后一个 须拔陀罗一百二十岁 才遇到佛解脱 他也有可能前面是正出国来的不知道 那也给他一百岁好了 那七百岁 就一万四千七百岁 你看起来一万四千七百岁 七次很远 对不对 你如果生到三果 三果是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 五反 五乐 善见 善见 涉旧 他去那边要看 那么他一定会解脱 就在那里得解脱 但是五不还天 如果是色戒天来看 他不是几千岁开始算 他是一大节开始算 一节 两节 四节 一节 一节半 三节 类似像这样 一节 一节不是一万岁 一节是几百万岁 几千万岁 那如果在无色戒天 那就更大了 那是一万大节开始算 那是一般不会生到无色戒天 最多到色戒天 最多到色戒天 如果是恶果 那再来一次 那就快了 那是出果 所以出果得解脱 不一定比三果慢 不一定 如果从这样来看 但是要看 如果三果去到那边 他善根成熟很快 他也可能不用到 他过一半都超过 他过七八次十次 他过一半的寿命 因为他上面很长 就好像 这个天人一次两千岁 我们人间要活二十四 每次一百岁要活二十次 是不是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地方 二十次二十次 我中间几次 我都不到他一次 类似像这样 所以寿命的话 这个时间 但是时间长短 老实讲很难讲 因为时间是个虚妄像 时间有时候长短 是从你的苦乐去分的 有时候到底 这个寿命 因为时间不是真实像 那不过佛法是 都是这样分的 七次人天往往 那 这天的寿命 越高的天寿命是越长 寿命是越长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二十九经 二十九经稍微复杂一点点 好 因为翻译的问题 我们来看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王舍城 迦然陀足远 前面都是在 齐元金社 现在在王舍城 那佛多数是 都在齐元金社 根据记载 有二十几年 都在齐元金社 就在舍卫城 那之后王舍城就多一点 然后王舍城之后 大概第一名就是舍卫城 第二名就是王舍城 第三名应该是在屁舍里 就是佛陀待的时间 最常去的 大概 舍卫城是最长的 二十几年都在舍卫城 然后王舍城应该也有几年 然后屁舍里 屁舍里是八切国 那么应该也蛮多的 但是都 就是也没有舍卫城多了 也没有王舍城多 那王舍城 主要的两个说法地方 一个就是这里的 迦然陀足远 我们基本上都叫做 竹林金社 这是佛头的第一间金社 因为盖的人 叫做迦然陀长者 所以叫做迦然陀足远 就是现地的人是迦然陀长者 那所谓祁远金社 是西达多长者 盖的 西达多长者买的地 那七头太子的树 所以把七头太子也算进去 就起树几孤独远 他用己孤独长者的名字 他没有用虚达多这个名 那这个迦然陀足远 因为我们一般说的 迦然陀足远 主要就是因为盖竹林金社的人 不是 迦然陀足远是盖这个 奇远金社的 奇远金社的人说的 就波斯逆王 那么虚达多长者 跟奇陀带子 这三个就变成佛教最早的 迦然圣中 因为这三个 应该都有正果了 那他是护持试验的 最初的 那迦然陀 迦然陀长者买是更早的 更早的 那因为奇远金社比较有名 所以把奇远圣中就把他们三个算进去了 那迦然陀足远 而时 尊者罗侯罗 那 所以这里应该是 有可能是比较早期的时候 因为佛陀最早在王舍城 最早在王舍城 这个罗侯罗 罗依佛首 罗侯罗是佛陀的 儿子 佛陀的一个儿子 根据记载 佛陀只有一个儿子 不过之前 我不知道几年前 看见 台湾有一个人 出了一本书 他说他是佛陀的儿子 但是他也是有根据的 那本书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有人看过吗 没有人看过 那 他说他是佛陀的儿子 那因为 他是有根据的 但是佛陀根据记载只有一个儿子 但是佛陀有三个太太 就是 他其实有三个妃子 那耶稣陀罗 有的说是第一个 有的说是第二个 反正记载的也不太相信 不过根据记载佛陀有三个妃子 那国王王子有几个妃子 这个是当时也是很正常的 中国跟印度都一样 那他说 他不是耶稣陀罗生的 他是另外那两个 其中一个生的 当然这个也是 听他随便说就好 听他唱歌就好 也不用太认真 不过他显然知道佛陀有三个妃子 他说他是另外那不是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只生一个 耶稣陀罗只生一个 就叫做罗霍罗 但是其他两个有没有生 照理来讲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但是这两个也没有特别讲 可能也只是 有名无分 也不能讲 就是说可能他只是许配给 就是嫁给 嫁给这个希达多 但是可能希达多后来就决心要出家了 那 记载只有一个儿子就是罗霍罗 这有一点像 有一点像我们早上讲 这个太平天国洪秀全 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不是耶稣一个人而已吗 独生子吗 他说不是 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就是我 我是耶稣的弟弟 也有人信 所以他是太平天国 天国 他是上帝教 那么这一些 就是 有一些人他 就是最近也有很多 有些人讲是 他是 是什么再来 红一大师再来 什么再来一大堆 那罗霍罗 我们讲到这个罗霍罗 那罗霍罗有很多 也有很多故事 那我们流行 我们有一个流行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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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的就是 这个 罗霍罗过去塞老鼠洞 所以就在 耶稣陀罗的肚子里面六年 这个不是真的 这个不是真的 那 传说 这个是传说 因为罗霍罗是副葬 那 传说这个 佛陀 苦行六年之后 罗霍罗才生出来 然后 军化王就觉得 那 耶稣陀罗 外面有小三 也不叫小三 叫小王 那么就要把他猝死 因为佛陀都出家六年了 你怎么可能 刚生出来 怎么会生儿子 对不对 那 耶稣陀罗坚持说 这个是 希达多的 那 他不相信 就把他放到火里烧 那 耶稣陀罗就 就 发愿 这个真的是佛陀罗 我们母子就 不会被烧死 后来就真的 没被烧死 我们的戒定真相 就是从这边来的 耶稣 什么 免难消灾 耶稣 什么 我忘了 那 其实 这个也不是真的 他是故事里面 他就 做了一个战 那 这个其实 是告诉你 戒跟定 就用这里来说 戒了 那 佛陀其实 佛陀其实 要出家之前 罗赫罗已经生了 罗赫罗已经生了 那 佛陀 要出家 半夜要出家之前 先去看 耶稣陀罗跟罗赫罗 那个罗赫罗刚生出来 可能是 刚生出来不久 一岁的样子 那后来佛陀看过来 就 叫车逆 驾着他的马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走到太阳出来 就叫他回去 然后说不用找我 也找不到我 就把那些手势 什么都给他拿回去了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等佛陀六年苦行 六年苦行 再加上 他是第六年回乡审亲 所以十二年 十二年如果那个时候佛陀 罗赫罗刚生出来 顶多就一岁吧 一岁两岁 小孩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就是 罗赫罗出家应该就是 十几岁了 就小沙咪 其实是这样 因为第六年回乡审亲 他就把罗赫罗带出家了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静患罗还在 第七年静患罗就往生了 他才回去静患罗就往生了 那也因为这样 静患罗很伤心 那么要求佛陀 以后所有人要出家 都要经过父母同意 也是因为这样 佛陀答应他 所以要先问父母 同意不同意 不过虽然是这样 大部分人出家 还是父母不知道 像我出家 我父母也没有不同意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同意 怎么同意不同意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世间的人 他不可能同意你出世间 但是我要出家之前 我父母就知道了 我一直跟他讲 我没有要出家 他一直跟我讲 我知道你要出家 那这个 那这个 顺便讲到罗霍罗这件事 所以说罗霍罗也有很多传说 那其实有很多传说都不是真的 那在这里面有很多关于罗霍罗的 包括罗霍罗后来怎么证阿罗汉 这个也很精彩 那佛陀叫他去 观五蕴六处 六戒 然后再去为别人说五蕴六处六戒 后来他得解脱 好我们来看 先来看这个 那他说 尊者罗霍罗亡义佛首 头面礼足 雀柱 一面 就站在一边 然后白佛眼 世尊 云何知 云何见 现在这一段有点复杂 我此事身 即外境界一切相 人令无有我 我所见 我慢死细着 所以翻译的问题 我们把这一段 就是把加上一些字 可能会比较清楚 那世尊 云何知云何见 就怎么知道 怎么理解 我此 我此 有事之身 其实这个四身 其实就是有事之身 他是写 我此 四身 云何知云何见 我此四身 就是这个 其实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再把它再弄清楚 即 外 外就是身外的 这个是身 这个就是身 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身心 五印身心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印身心 所以叫做有事之身 一般叫做四四柱 四一色受想 醒而住 之后叫四四柱 五印身心 这是我们的五印身心 那么 即 这个外 外就是身外 即 外 境界 身外的境界 那基于这个就是六根对六成了 所认知的 我所 那 他说 即 身 外 境界 应该是身外的一切境界 应该是这样 这样就比较清楚 意思就是 世尊 我如何能知道 如何能 如何去 理解到 我 此 有事之身 及身外一切境界的一切 及身外一切境界 一切 形象 一切 像 他说一切性也可以 就是一切像 法像 人令 能够 让我 人令 人令我 应该是这样 无有 我 无有 一个 第一个 我们应该是这样 把它分开会比较容易 无有 我 这是怎么 我要怎么证得无我 很简单 简单讲是这样 翻译起来就 变成是这样 无有 我 见 这个括号都是我加上去的 就是我们 容易明白 无有 我见 或是都不要把这个 这个我不要 也可以的 人令无有 我见 其实就是 我要怎么证得我 很简单就是这样 人令无有 我 我所见 我 我所 见 就是 我见 我所见 一般这里讲 我 我所见 无有 我 我所见 其实就是无有 我了 我要怎么证得无我 这是第一个 无有 我见 我所见 那么 无有 我慢 无有 我慢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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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 无有 我见 第二个是 无有 我所见 然后第三个才是 无有 我慢 应该是这样 一切 外境界 我所见 放在一起 也是可以 无有 我见 无有 我所见 这把它分细一点 那无有 我慢 然后死 细左 这些烦恼的细左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分这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们简单讲就是 罗后罗去跟佛陀问 是我要怎么修才能证得无我 简单讲就是这样 我要怎么修才能证得无我 那这个无我分开来就是 无有 我 我所 我慢 死 细左 这些烦恼的细左 因为我 我所 我慢 一般都是 我我所见 那我们知道这个我慢是很维系的 就四国 阿罗汉四国才断 色滩如色滩 调局 慢 我慢 维系的我慢 那无名 就更根本我见了 好 他的问法是这样 那一般像 像 如果我们把它拆细一点 就是 就是 我此有事之身 及身外一切境界 一切形象 人令我 无有我见 无有我所见 无有我慢 这个就是总说了 我见 我所见 我慢的 这些烦恼的细 其实这样 这死 这死是 死细左 应该是这样 类似像这样 这样就比较清楚 那 分开来 就是 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的话 就是 第一个 令我似身 无有我见 我们这样看 第一个 令我 似身 这个似身 就是 有似之身 简单讲 叫做似身 说清楚一点 就是 有似之身 其实就是 五因伸心 似似住的意思 令我似身 无有我见 就是 怎么样 能够 让我 从有我变成无我 能够不执着我这个身心 去除似身 是我的见解 这个就是 令我似似身 令我似似身 先讲 令我似身 无有我见 我所见 我慢 身外一切境界 无有我见 我所见 我慢 类似像这样 好 那么 第一个是 我似身 无有我见 第一个是这个 第一个是 我似身 无有我见 你们把它稍微分一下 就知道了 我此事身 无有我见 就是 去除这个身 就是我的这样的执着 去除身是我的见解 此身 此身 是我的见解 或是 这个就是我见 我 云何知 云何见 我要怎么样 云何知 云何见 我要怎么样思维 是怎么样修行 才能 去除 我对这个身的执着 第一个就是 我此事身 无有我见 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是 我此事身之外的一切境界 无有我所见 好 第二个是 第二个 我此事身之外 就不要讲 我此事身 就因为 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这个身 第二个就是 身外的这些境界 身外 身外一切境界 基本上就是 我 我所 我是以这个身为主 我所是以我所拥有的 一切 为主 是这样 身外一切境界 无有我所见 那么 他是讲一切相 我们就讲一切相 身外 身外一切 他是讲相 一切境界 一切相 我们就讲身外一切 一切相 一切境界好了 没关系 一切境界 那么 无有我所见 所以 他本来没那么复杂 翻译的 或是怎样的 变得很复杂 一个就是 我见 我见是以这个五印身为主 四身为主 一个是我所见 我所见 我所见是这个身外的一切境界 一切相 为主 这样 这样就会比较清楚 不然你看这个会 好 那第三个 还有第三个 这个身外一切境界 无有我所见 就是去除这个四身之外 一切境界 可为我所拥有 意思就是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要去除这个身是我的 这样的观念 见解就是观念 你要去除这样的执着 第二个 要去除 身外一切境界 可为我所拥有 可以 但是是我 那么可以为我所拥有 有我所拥有 这是第二个 还有第三个 这是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 我此四身 无有我见 因为它合在一起 我们会乱难 第二个是 四身之外的一切境界 这是家说明这些的 一切境界 无有我所见 第三个 无有我慢 死戏走 我们再看第三个 写在这里 第三个 第三个是 无有我慢 死戏走 我见去除之后才去除我慢 无有我慢 死 没有这些烦恼的戏走 那么 其实它这个死戏走 包括前面的 我见 我所见 我慢 这些烦恼的戏 就是我们说的这里 我见 我所见 我慢 这些烦恼的戏走 我要怎么样修行 简单讲 更简单的说法就是 我要怎么修行 才能彻底的 断除我见 其实就是这样 无有我慢 死戏走 没有自我 为中心的我慢 及种种烦恼的戏走 它是这么说的 没有 我们用 用这样的说法 没有我慢 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 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 我慢 然后如果 因为它是 死戏服 是把死 专门对这个我慢 讲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 这些烦恼 我见 我所见 我慢的戏服 也可以这么说 不过这里的解释 就变成 这个死 放在这里 那一样 没有这种烦恼的戏服 没有我见烦恼的戏服 没有我所见烦恼的戏服 没有我慢烦恼的戏服 那一般我见 跟我所见 是放在一起的 无我 无我所 那后面 就是以我慢 因为你就算断了我 我所 你可能还有 于慢未尽 就还有 维系的我慢 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 我慢 这种烦恼的戏服 这样看起来 这句话就比较清楚 不然 单单这个文 我们就看了会 看了会 头痛 就是我们把它分成三段 一个就是 我此事生 无有我 我所 无有我见 我此事生之外的一切境界 无有我所见 那么再维系的 那么 无有我慢 使系组 那么我们把它 用最简单 最平常的话来讲 就是 罗霍罗有一天 跑去 问佛 世尊 我要怎么样修行 才能彻底 断除 我见 正德无我 简单讲 就简单讲 就这样 好 佛跟罗霍罗讲 善哉善哉 能问如来 非常好 非常好 你能够问如来 怎么样 知道 怎么样理解 怎么样修行 这个其实就跟金刚经问的一样 因云合住 云合降辅其心 其实一样的道理 我此事生 及外境界 一切相 人云无有我 我所见 我慢 使系组也 我们知道 佛都会再确认一次 我没有误解你的话 那你在做确认 你也再清楚一次 你确实是这样讲的 好 那罗霍罗白佛言 如是世尊 佛跟罗霍罗 讲 善哉善哉 地听 地听 善思念之 那这里只翻了一个善哉 一般都会翻两个 善哉善哉 地听 地听 那有时候地听也翻一个 有时候只翻 善哉地听 我们知道这个其实都是常用语的 习惯用语 好 那 这个 善思念之 当未浓缩 那每一个民主都有他的习惯用语 那佛法一样 他习惯这样 要问习惯这样说 地听 地听 地听善思念之 像我记得好像台湾人习惯会讲 真的假的 每次都讲这样 都习惯会这样讲 不管怎样都会讲 有语 有语 那么罗霍罗 你看他底下就告诉你 一样 当观所有诸色 就回到我们过去之前的 就是观这个色 你说你要怎么样证无我 简单讲 佛去问若后了 怎么样才能证得无我 得解脱 佛就跟他讲 那就是要观 五蕴 诸色 诸瘦 诸想 诸行 诸事 就这样 就五蕴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若内 若外 若出 若细 若好 若丑 若远 若近 你就观 从色 瘦 想 行 色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拿来 真的是这样仔细的看 那从色开始看 这个色 这个深 这个疲落 血骨 那过去 过去色 我十岁的时候 我过去十岁的时候 我现在 我以后 过去现在未来 就观身心而已 那过去色 现在色 未来色 那过去色当然就是 我过去几岁的时候是怎样 你看看相片 这个是我二十年前的 这个我十年前的 这个我小孩子的 过去色 现在我是这样的 看镜子就知道 过去要看照片 现在要看镜子 可能就是这样 那未来呢 未来就不一定 未来还没有 那未来你可以想象 看你爸爸 看你妈妈 可能就是看到你的未来 其实看你爷爷奶奶就知道了 差不多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有老 就是有老 有病 有这些 有这些像 好 那 受想形式呢 一样 你过去有什么强烈的感受 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 未来 那未来都还没来 但是越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这些像这样 印象也是这样 你对这个人 有什么样的印象 对你自己 你心里面有些什么印象 那思考也一样 那要别也一样 你过去所知道的是什么 现在知道的是什么 那 尤其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内外也可以分 就是 这个身体外面看得到的 身体里面看不到的 肝胆 肠胃这些 那基本上 确实你要这样一个一个观 有时候 稍嫌复杂 射受想形式 每个都十一组 那这样观起来 就五十五组了 稍微有一点复杂 所以我们说 像宝基经这样的观法 其实是 更直接更简单的 好 或是 或是像波罗经 直接就观 我们说像金刚经的 就六种观法而已 梦 幻 泡 影 露电 这个也简单 那不然就 后面还有另外一组观法 就是观 射受想形式 一一 它只观一个 射如巨末 瘦如水泡 响如扬焉 行如芭蕉 似如幻化 就观这个 那也还简单 那这个在后面会看得到 就是我们现在先这样说 好 再往底下看 它说你要这样观 诸舍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念若外若出若西若好若丑 若远若近 比一切西皆非我若不与若不相差 其实 佛陀这样说不代表要一个一个都要这样观 我觉得 它只是总说一切法而已 就好像这个我们讲金刚经的 菩提心是要度一切众生 你知道要度一切众生就好了 那它并不是说若暖身若胎身若私生若化身 你开始要观 我要怎么样度暖身 我要怎么样度胎身 我要怎么样度私生 我要怎么样度化身 若有色若无色 我要怎么样度有色的众生 怎么样度无色的众生 它也不是这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你要度一切众生 那只是一切众生有这样的分类 那这里告诉你的就是 你要观一切法多什么样 都是无常的 都是无我的 只是一切法有这些分类 那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去观 但是应该类似像这样 它只是叫你 你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那么你认为这些这些 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类的 都是不管你分几类 都是无常 都是无我的 那你就从一个观 就知道其他的都是这样 那从你的身观 那你可以色法 你可以这样分 心法也可以这样分 就分类 分几类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一个一个这样观 我们认为也不一定 就好像我们说的 若暖身 热身 生生 外生 我界定若无欲等 涅槃和病毒之 你发菩提心 并不是说一定要暖身 我要令无欲等 泰身 我要令无欲等 反而病毒之 并不是这样观啊 他就是一切众生 我都要让他得解脱 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嘛 好 那这里看 当然后来的阿比达姆就 佛陀这样说就一一 什么是内 什么是外 什么是出 什么是戏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丑 什么是远 什么是近 怎么样观过去 怎么样观未来 怎么样观现在 就有这样的一个分别 好 那比一切 你看那重点在这里 其实这个就是一切法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 内外好丑出续远近 这里是内外出续 好丑远近 那么这一切法 这一切法 这个是五印身心的一切法 不离开 都是怎么样 无常的 这一切皆非我不亦我不相战 那么非我不亦我不相战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吉运我 离运我 非比一切 这一切法 这一切法 应该是这样 一切法 非 我 非就是否定 不是 非我 亦我 相战 那他是写不亦我 他其实都是 非我 非亦我 非相战 那他是讲 非我 不亦我 不相战 也可以讲 因为他不能讲不我 所以就变成是 其实就是 非是我 应该是这样 非是我 亦我 相战 是我 是我 亦我 亦我 相战 是 其实是这个三个概念 那么 是我就是 就是我 这个五蕴就是我 亦我 就是不是我 不是我 意思就是 这个五蕴之外 有一个我 我在五蕴之外 就是这个身心 不是我 那身心之外 有一个我 是这样 所以叫做 是我 那么这个叫做 疾运我 疾运是我 疾运我 疾运我 就是疾运 是我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 是我 亦我 就是 离运我 离运 有我 离运我 离运我 就是离运有我 离这个运有我 那么相战 就是 我 我跟运相战 我中有运 运中有我 这个运就是五运 就是身心 我中有运 运中有我 他是这样的 所以一切把 非是我 亦我相战 那这里说 这里的翻译就变成 一切我 一切法 非我 不亦我 不相战 那我们理解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里 我们来看 先把它看一下 佛陀告诉罗霍罗 那一切法 你观一切法 那这一切法 这一切法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好丑 出息远近 就是十一组 五组 五组十一法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好丑 出息远近 内外出息好丑远近 内外出息好丑远近 就是五组十一法 这个是表一切法的分类 那一般我们讲一切法是 六根跟六丑 六根 炎耳鼻舌生意 云耳为一切法 这佛陀有讲 云耳为一切法 炎耳鼻舌生意 色身相畏处法 那把这一切法分成 内过去 就是不同的分类 过去现在未来出息好丑远近 就变成这样 好 那么这个 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楚 更清楚 因为文字上确实有一点点隔阂 稍微我看能不能讲 好 那么先讲到这里好了 因为后面有平等会正观 这个也要稍作解释 没有那么快 这个可能要费一点时间 先解释这个平等会正观 好 那我们先讲到 比一切 稀皆非我 不亦我不相在 好 就讲到这里 我们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愿以此功德